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机去乌克兰 教宗指出 年长者不要隐藏自己的奏坟 重要的是心 全球信友在坚振圣事中领受圣神 而每天使教堂启用 孙母圣心会耿百德 领受执事圣志 113岁胡安莫拉 每天送念玫瑰金 奈及利亚教堂玉席 各界关切 宝马举行 我们选择生命游行活动 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新宪章6月5号正式生效 宗座新宪章为圣座搭起了新架构 实行改革并于制度化 新宪章更注重传教和同道协行 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新宪章于6月5号圣神降临节生效 它使范蒂冈在很大的程度上实施了改革并且制度化 而且这部新宪章以福传的首要之物和平信徒的作用 正是与范儿大公会议的主要思想相连结 范蒂冈方几个自上任以来 将近十年的改革部分 从行政 经济 外交 教育 传播 平信徒 到牧林等部门机构都做了一番大幅度的整合 尤其是今年借着新宪章必须完成改革的理想 特别加入了几项新的创举与规定 最重要的首先是盛作万民福音传播部 与盛作促进新福传委员会的合并 成为福音传播部 由教宗亲自担任部长 这项选择表明对福音宣讲的极大关注 再者就是把教宗政绩所提升为爱德服务部 世界主教会移民书处的称呼 修改为教会会移民书处 接下来教会要考虑的就是让男女平信徒 承担并参与管理和负责的角色 新宪章的另一项新规定 就是所有部会的首长不一定需要由书籍担任 此外教宗也规定在罗马圣座服务的 圣职人员和修会会式的期限为一任五年 能够再延期另外五年的任期 这样有助于在罗马圣座和地方教会之间 有更大的流动性和往来 最后教宗在宪章序言中提到 依照圣禧 每位基督徒都是传教使徒 因为他在耶稣基督内经历过天主的爱 换句话说 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 更注重传福音和普世教会 每一份子在爱中的同道邪行 教宗方几个6月4号在梵蒂冈会见 大约160多位孩童时表示 他想要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而他正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一项宗座文化委员会 外邦人庭院项目之一 和意大利国家铁路合作的儿童列车活动 在疫情暂停两年之后再度推出 6月4号在梵蒂冈 邀请了160多个儿童和教宗会面 这些孩童都是从意大利各地前来的 也有一些是难民 6月3号是俄乌战争第100天 在教宗和孩童的聚会当中 一个名叫萨查尔的乌克兰难民男孩 对教宗说 他要提的不是问题 而是请求 教宗能不能到乌克兰 拯救所有在那里受苦的孩子 教宗回答说 他非常挂心乌克兰的孩子们 所以派了几位书鸡去那里帮忙 特别亲近百姓 尤其是孩童 教宗继续指出 他想去乌克兰 但是必须等待恰当的时机 这个决定不容易 因为要避免对世界的伤害 大于益处 而近期 乌克兰政府的几位代表 会和教宗讨论 可能成型的访问时间 在和孩童相处的时候 也有孩子问他 做教宗辛不辛苦 教宗回答说 天主赐给我们力量 承担各自的辛劳 教宗提醒所有的孩子 一定要记得 天主与我们同在 拥有天主的护佑 我们将获得最大的支持 6月8号 教宗方继各在公开 接见活动时强调 年长者不要试图隐藏 和除去老化的奏文 要期盼在天主的怀抱 和圣神内的新生命 把重点放在人品和内心 带着累积的人生智慧 关怀青年 6月8号 教宗公开接见 当天的福音 尼科德摩不明白 耶稣的话 问道 人已经年老 怎样能重生呢 教宗强调这个提问 对我们极具教育意义 老年非但不妨碍 耶稣所说的重生 反而成了使他 闪耀发光的恰当时机 教宗表明 老年阶段之所以被轻视 是因为他带来无可辩驳的证据 那就是让我们不得不跟这个青春永驻的神话道别 人都会老去 都会死去 导致现今许多害怕变老的年长者试图用药物和化妆品来隐藏和除去延缓老化的皱纹 甚至妄想打败死亡 教宗说 皱纹是经验的象征 生活的象征 走过旅途的象征 不要为了变得年轻而去动皱纹 那时外表显得年轻 重点是在于人品 在于内心 而心灵如同成年好久的量灶一样 越久越香 随后教宗指出 信德有助于我们领悟天国的福音讯息 让我们看见天国 老年不仅帮助我们打破青春永驻的幻想 还能使我们向造物主 天主温柔的怀抱敞开心扉 相信借由水和圣神 就是由上而生 由天主而生才能进入天国 教宗还谈到年长者带着他积累的人生智慧向前迈进 成为未来的信使 关怀青年人 引领他们安然度过磨难 最后教宗提醒众人 当我们如此思考年老时 我们会问说 这个丢弃文化 怎么会觉得老人没用 因而抛弃他们呢 让我们向前迈进 并以老年人为标杆 领受圣神 就是领受耶稣的死亡与复活 所带来的果实 圣神本身就是最大的礼物 包含一切的恩赐 最重要的是 将我们和复活主 永远联系在一起 借着礼仪 我们得着罪赦 也得着新生命 新世界 我们来看看不同国家的 坚政 圣事 每年 当罗马圣母与诸 信道者圣堂 飘下火红的玫瑰花雨时 就是圣神降临节的到来 天主教台北总教区第二总夺区 都会在这个时刻 举办联合坚政感恩祭 因着疫情 过去这项圣典曾经停办 今年终于得以恢复 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 在联合坚政感恩祭典讲道时说 圣主求你虚气 使大地焕然一心 我已经感受到圣神的虚气 而且是焕然一心 特别是在我们的第二国区 展现出我们的共荣 有几次我参与我们的总夺区的会议 感受到我们这个总夺区是很和谐 而且是共荣在一起 这个力量非常大 因为领监政 也就是我们教会的成年礼 所谓的监政就是监念振作 这是天主圣神的能力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因着天主圣神的虚气 我们今天三十位弟兄姐妹一起领受天主圣神 我相信在我们的第二国区 一定会一股力量就会产生 那当天主适于我们圣神的时候 无形看不见的 可是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 我们愿意天主圣神请来吧 天主圣神请你匆忙我的心 我们有这样的愿意 我们愿意接受圣神 那我们也很主动地去接受 这个天主圣神就会来到我们当中 今年这项礼仪 有通话街玫瑰堂六位 圣家堂八位 古庭耶稣圣心堂十二位青年教友 在中总主教主礼 饶至成神父 路有望神父 培育圣神父 等多位神父见证下 透过父守及父友礼 领受圣神奇恩 兼顾基督的信德 全球各天主教堂 也都会在这个时节 举行坚政圣事 我们先来看看 美国华盛顿总教区 圣马豆堂 由威尔顿丹尼尔 格雷格里总主教 所主理的坚政圣事 比较特别的是 刚国布拉萨维尔总教区的 坚政礼仪 在信仰多元的印度 当坚政礼仪结束之后 七年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 众所期盼的新竹额眉天使教堂 六月四号上午十点 举行祝圣启用弥撒 由新竹教区 李克勉主教主理 亲友和修复团队 五十多位家人 欢喜见证刘从汉夫妇 回应天主爱的召唤 六月四号 十二聊天使教堂 祝圣启用的感恩弥撒 由新竹教区 李克勉主教主理 和佳尔目罗会 成心伟神父 耶稣会丁松亲神父共祭 在家人及志工朋友们 共五十多人的参与 见证下正式启用 这个和李美夫妇 他们能够用私利上会 还有他们两个个人的身份 去重建了这个地方 私利上会原本就是有 它的自由度 所以它要怎么样操作 它有他们的 就是有很多的方便 官方措施不方便 所以为什么叫教的时代 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们的教育 一直没做这样的事 今天有人做 就不要让他回头 变成官方 好吗 让他继续的 保持私利上会的特质 让他保持他个人 参与的特质 天使教堂基金会 未来在福传 公义及天主教艺术文化领域 都与普世教会紧密连结 持续为天主的福音做见证 相信会让更多路过的人 成为阳战之人 正如厄马屋门徒般 回到天父招教的初心 在主耶稣是生命远歌声中 离主教为教堂 庭园 二楼 大门等空间 洒圣水祝福 期盼圣水的恩赐 让在天使教堂 与主相遇的人 都能高声颂扬基督的光荣 刘崇瀚与何丽梅 对家人持续诉说着 有关天使教堂的梦想 一座钟楼 一座天使森林 一栋展眼中心 这对天使夫妇的修复工程 已经完成 但是扶传的置业 才刚要开始 他们力行爱主的行动 让人看见基督 天主教圣母圣星会 六月四号上午 在台北万华 小德兰朝圣地 为耿摆德修士 居心 受与执事圣志 感恩礼仪 登摆德执事 在致谢词时说道 天主给的 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但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在领受圣志的 三个星期前 他确准COVID-19 他说病毒 让他更专心的比进 天主教圣母圣星会 六月四号上午 在台北万华小德兰朝圣地 为耿摆德修士 举行授予执事圣志 感恩礼仪 台北总教区中安住 总主教主理 圣母圣星会亚洲省会长 林碧能神父 台湾区会长罗大义神父 以及圣母圣星会 都为神父共祭 现场有神长 神父修女 爹兄姐妹 远从四方而来 让整个教堂坐无虚席 礼仪热闹隆重 圣母圣星会 但跟我们一起 那我们也祈求天主赏给我们今天的主角 港百德 领受指示圣志者 请来 港百德说是 你知道他有资格吗 经询问基督子民 及各位有关人事的意见 我可以作证 他的确有资格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在授予执事圣志礼仪中 中安住总主教指出 领受执事圣志者 必须仰赖天主的祝佑 在宣道圣祭爱德事物上 协助主教与司多 在窃世上殷勤爱主 谨言慎行服事助 天主及圣教会面前 为了表示 你的心已经完全奉献给主基督 以侍奉天主服务人群 你愿意一生 独身守真吗 我愿意 在授予执事服时 由耿百德修士的代父 孙崇光弟兄 为其穿上执事袍服 你已经是基督的使徒 请注意 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 要教导你所信仰的 要实行你所教导的 我愿意一生 圣母圣心会亚洲省会长林弊能神父 特别代表圣母圣心会向大众致谢 天主给的不一定我们想要的 但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耿白德指示表示 天主给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在领受圣志的三个星期前 他确诊了 他也因此更体会到 许多神长弟兄姐妹的爱与服务 他说病毒让他更能专心的避静 最后耿直是感激 在信仰路上凡是遇见陪伴的 以及参与协助今天礼仪的 所有亲友神长修女主内弟兄姐妹 他献上由衷的感谢 为内瑞拉高龄 113岁的胡安莫拉 是京市世界纪录当中 最长寿的人 她的长寿秘诀是 每天努力工作 早点睡觉 每天送念两次玫瑰金 并在心里 钟爱天主 今年113岁的胡安 维森特·佩雷斯莫拉 是维内瑞拉人 出生于1909年5月27号 是京市世界纪录中最长寿的男性 而最长寿的女性 是法国安德烈蓝灯修女 今年118岁 胡安莫拉时常告诉他人 自己长寿的秘诀 是努力工作 放假时好好休息 在睡觉前喝一杯 Aguardiente 由甘蔗制成的烈酒 并且每天钟爱上主 把他放在自己的心里 他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热情 并且每天勤念玫瑰金两次 他的侄子佛雷迪阿布雷乌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的叔叔是一位安静 友善和充满喜乐的长辈 并且是一个可以付出很多的人 他享受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 并从中感谢赞美天主 在家人眼中 他是一位信仰虔诚的长者 他努力亲近天主 与亲戚建立友好稳固的关系 胡安莫拉说他的家人和朋友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伙伴 因着亲友 胡安在生活中 体验到上主的爱和家人的爱 虽然他结婚60年的妻子加西亚 在1997年回归天父的怀抱 但他们的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 让家族有了41个孙子 18个曾孙和12个曾曾孙 莫拉爱戴每个亲人 他们也都很爱他 在享受着天伦福乐的胡安莫拉身上 看见天主对他满满的恩宠与祝佑 以及他对天主忠诚的信靠 奈吉利亚风多州奥沃市的 圣方纪沙乌略天主堂 在圣神降临节 当天晨倒的时候 遭到多名攜带炸药的枪手攻击 造成至少50多名幸有死亡 同时有多人受伤 根据当地的消息指出 尽管即刻救援 并且将伤者送往医院 待医疗匮乏 估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汪多教区社会传播办公室主任 医库伟神父表示 人们担心还会有更多的教会 遭到暴力 因此会有更多的伤亡出现 教宗方纪各也对所发生的事件 表示哀痛 教宗为受害者祈祷 尤其是在普世教会的欢庆时刻 这个事件他感到沉痛 教宗恳请天父派遣圣神 安慰他们 并将他们托付给上主 而在欧洲 美国 亚洲 多个主教团也同声谴责暴力 5月底在意大利罗马 有成千上凡的家庭 夫妇 祖父母 青少年和儿童 走上街头 参加我们选择生命的游行活动 从信仰家庭出发 他们重生保护生命 免受堕胎和安乐死的危害 乐团的献唱 舞蹈的表演和漫天的气球 成千上万的家庭 双亲 儿童和老人的参与 一场热闹的游行派对 为生命的美好做见证 意大利在5月底 由非营利组织Profit in Familia 举办我们选择生活的游行活动 从共和广场游行到 拉特朗圣若望广场 有一百多个不同的组织和协会参与 和四万多人为捍卫生命走上街头 活动中除了歌舞表演外 有以堕胎和安乐死等议题的主题演讲 也有专门为妇女分娩以及病人临终的 安宁治疗与关怀所设立的工作坊 意大利人对生活的承诺是充满着责任感 促进家庭组成养儿育女 看见他们尊重天主创造的生命 Profit in Familia 5月26号在意大利教育部前 与意大利家长高举着 停止混淆孩子们的性别认同的旗帜 要求教育部部长Bianchi 不要将性别认同的意识形态 带到孩子的校园当中 非营利组织Profit in Familia的发言人 雅各布·科赫表示 科赫和家长们强调 在校园内将多元性别认同的置入 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因为青少年还处于认知学习状态 这种短暂和情绪的不确定性 会导致认知上的偏差 因此Profit in Familia和意大利家长 在游行活动中 期望校园的性教育 回到天主创造一男一女的自然绿 而非混淆青少年的多元性别认同 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六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六号举行 教宗六月份的祈祷意向 正式邀请全球信友 为家庭祈祷 教宗强调 家庭是我们学习年轻人 与年长者共同生活的地方 家庭之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个人成圣之路 这节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和教宗祈祷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家庭祖宗强的地方 家庭祖宗强的地方 祖宗强祖宗强的地方 我们再会做一件事 全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家庭的家庭 但它不合理的 自然有点疼 有点疼 核心 有点疼 我们乱 那天地 祖宗强的家庭 在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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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sten是抱着 vocal 日光 Recordουμε與我們都在毀日 在沛波濺 hors河汽車 我們ключ etern股 我們糍 地 jogos 雞成果 有於ician 我們還 jotka 愛的熱愛 是今天的的聖誕 每一個聖誕 我選了人 Т Fox über家庭丐組合 與 sentiments Recemos por las familias cristianas de todo el mundo, por cada una y por todas las familias, para que con gestos concretos vivan la gratuidad del amor y la santidad en la vida cotidiana.